天氣這麼熱鬧 很多人會加他去玩水 在台東中的小孩在飯店的收水在玩什麼堵水 加在救生人員有發行 趕緊去救起來 救生人員現在是建議家長 帶小孩去玩水 把酒就要看 也要顧好條 才不會發生意外 雖然小孩把舖水加了 放掉 把舖水幫了 跳入猶豫地玩水 一萬年就堵水 加在救生人員隨時發言 加救起來 全程都會感激去協力 雖然發生在台東這間出名的飯店 嚇者說 那時候加長只是不注意 加在救生人員判斷政客 才沒有發行秘極 我們最近他小朋友 因為他就跑來這裡 把他拔掉了 換成那個虎板下去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心情 他下去就沉下去了 就過來救他 就這樣子 雖然跑出去 全家教練回家 員工安裝算不賊水 少路要下跌 民眾都會賞水 我們留著這間養豫地 人心跟滴一滴 家長在旁邊是顧著著的 我會全神貫注在旁邊看這樣子 會擔心 雖然說旁邊也是有救生員 但是還是會擔心這樣子 我今天在水裡面有福利 我撲過去的時候 我可以在一步的範圍內碰到我的小朋友 這是所謂的安全距離 那這樣相對來說小朋友發生任何危險的時候 都可以馬上立即的去做處置 尤其現在是3C時代很多家長小孩丟著在旁邊玩手機 其實是一個比較危險的行為 專業救生員說 獨自的人都是水性很好的人 像說小孩不受到油膽訓練 也應該定時漏水訓練 擁有身體記憶 如果只有老人來搶水 搞定都要提高金額 記者和綜合報道